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VUE3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要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APP Component 咱们今天在VUE3中自定义一个组件该怎么做 咱们大家都知道 咱们使用VUE开发也好 使用Angular 使用React开发也好 咱们其实干的什么事 就是在开发各种各样的小组件 然后组织这些个组件 然后达到咱们页面的显示效果 对吧 然后在组件之间 在分享数据 共享数据等等 咱们主要的开发的流程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那么今天我就给您讲解一下VUE3中如何的定义一个自己的小组件 好不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吧 就一个在单页APP中定义咱们自己的一个组件 使用APP.component的方法 OK 那咱们马上进入这实战演习的部分 因为我是知识视频 所以说咱们每个视频内容 我的时间不想控制太长 好 咱们看 咱们一上来先看这地方 咱们先声明一个整个页面的APP的对象 这个APP的对象只有一个数据提供的部分 我只提供一个数据 SIN是否显示 对吧 然后咱们看这地方 咱们在这地方实力化一个整个的VUE的应用程序 返回一个APP的对象 然后重点来了 我在APP的对象里边 我调用它的component的这个方法 然后在咱们整个APP的对象里边 再注册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的名字叫什么 大家请看 叫做hello-word 就这个地方 咱们以后引用时的名字 好吧 OK 咱们注册这个组件名字叫hello-word 然后一个大括号里面要描述这个组件的细节 比如说 大家请看 我这个组件要接收一个属性my name 就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组件hello-word 要接收一个属性my name 对吧 我这就要传 这个组件需要接收一个my name属性 然后呢 这个组件的模板是什么 也就是说 这个组件呈现出来的html是什么 我这写上一个hello 然后大家请看这地方 打印出来它接收到的这个属性参数my name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hello-word组件 对不对 然后呢 我注册完这个组件之后 再把咱们整个这个VUE的APP的对象 绑定到hello-VUE这个DIV上去 没有问题吧 这完成了咱们组件的注册 以及绑定到页面当中 咱们页面的内容呢 这声明了一个按钮 然后呢 这个按钮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把咱们这个syn的这个属性不耳直 进行经常的取反 对吧 一会显示是一会不显示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是引用到咱们刚刚自己定义的那个小组件 对吧 这个是组件名 这个是组件的属性 另外请看 这个呢 是VUE的VIF的指令 它绑定了这个this.syn 也就是说这个组件 我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控制 它是否显示 OK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马上运行 因为我是知识性的视频 所以说每视频咱们控制 都要三到五分钟 然后我拷费到我的index里面 先去马上运行 存盘 好 咱们看一下啊 页面打开 今天是第八课这个地方 对吧 我把这最大坏一点了 OK 第八课 点击进入 然后点击这个index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的组件的内容 对吧 这个是咱们组件内容 我把它看一下 咱们的简证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h1 这个h1是哪来的 看咱们代码的话 代码中并没有h1嘛 对吧 也就是说 是hello world里面的 这个模板显示的内容 h1 在这个地方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当我点击按钮的时候 它消失了 大家请看 整个这个组件就消失了 对不对 再点击 又回来 再点击 还消失 对吧 咱们通过这个方法 来控制组件的显示 然后通过app component 咱们在咱们页面当中 简单的注册了一个组件 您认为是不是很简单呢 确实很简单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内容了 咱们在VUE一个单页应用程序当中 咱们自己定义了一个组件 并且咱们使用这个组件 并且动态的显示出来 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个按钮 来控制它 是否显示 好吧 整个条流程 我都给您演示 明白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我今天的代码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下载在本地 您跑一跑看吧 OK 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视频的内容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不好 OK 那就拜托您了 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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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